Hello,各位朋友、網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 欣賞今天這條影片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說 Coco 歌 最近有一條影片,題目就是遣返香港 主要內容就是找了一位律師朋友 叫做 Henry Wong,黃律師 做了一集對談 當中黃律師分享了很多他自己過去的經驗 和這個頻道的觀眾分享 如果大家進去看過這條影片就知道我說甚麼 甚至乎你有嘗試進去留言版 絕大部份都是稱讚的 覺得這位黃律師很幽默風趣 很趣,很喜歡聽他說 最重要的是從對談當中 拿到很多資訊,我想是法律上的資訊 和益良多 我是不是這樣看呢? 其實為何我進去的留言欄去看呢? 就是因為我想看大部份的觀眾朋友 看完這條影片,Coco 歌的影片之後 有甚麼反應 結果出乎我的意料大部份都是稱讚的 其實不是很出乎意料的 其實不是意外,不是驚訝 因為始終看這條影片的頻道的朋友 應該就是Coco 的粉絲 所以很支持他 我自己又怎樣呢? 我是偶爾有看Coco 的影片 有些我覺得是有養份的 但亦有很多我覺得不值一提 但這條影片,看完之後我只是想說 我和裏面絕大部份的他的粉絲 他的觀眾的意見是相反的 我其實有點討厭 我覺得這位律師不太適合所做的行為 即是在這條影片分享了一些個案 雖然大家就知道,他不是的 他分享了一些過去的所謂的客人 或者是一些,他經常說 就是未是客人的 其實可能和他諮詢完之後 就接不到這宗案件 無論是不是都好 無論他是不是真的是你的客人 是不是這宗案件 或者不是都好 其實他跟他說完一個他自己的真實事件 你也不太應該跟其他人說 我相信 在乎於專業的層面 即是如果你是專業的 你是操守的話 其實是不應該分享的 甚至乎你還要是一個大電波 真是一個很開放的頻道分享 所以我是反感 結果我就很希望透過這條影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為何我會反感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其實他講了一些不是客人 可能是一些有些人和他諮詢完之後 分享了一些個案 而且他亦沒有說那個人的名字 你是不會知道那個人是甚麼名字 我只是說出來而已 但是都是的 我覺得如果你是和你的朋友 可能就是Happy Hour 聊天 當Colo哥是他的朋友 齊悅化後聊天 當然是絕對可以 這是你的自由時間 但是我都說過 這是一個頻道 一個很開放的頻道 甚至乎Colo哥是所謂工作 或者生意的一部份 你在這個平台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真的有點失德 雖然你說我沒有說過名字 沒有曝光 沒有人會知道 說了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雖然說了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假設我 就是那個個案的主人用 我找了這位王律師 Henry 是諮詢員 說了我這個問題 變了很大件事 法律上有責任 甚至乎真的 好像他裡面說的個案 大部分都是被遣返回香港 失去了所謂BNO 可以令到五加一的權利 好了 我分享完之後 說完給這位律師聽 他可能幫不了我 好了 今次他把這個事件 分享在Colo哥的頻道 雖然沒有說我的名字 但我有朋友 我朋友可能有看Colo哥的影片 剛巧看到之後 一聽完個案 他就知道是我了 我會有什麼反應 我有什麼感受 是不是很難堪 雖然他裡面分享的很多個案 都很juicy 很好聽 很動聽 我想Colo哥的粉絲 看完為何大讚 就是因為真的很juicy 就算你不要說 是幫不幫到自己 也好 當故事聽都覺得吸引 很過癮 因為包括分享了 有些部分的香港人 就在這裏犯了一些所謂兒童色情的問題 可能看一些關於兒童色情的內容 結果被扣留在希斯路言 然後遣返回香港 亦有些個案 甚至乎說 他說在香港人村發生過一段所謂換妻 他用換妻來形容這件事 其實實際上不是事實來的 因為他用換妻 只是把題目令到整件事很juicy 根本就不是換妻 只不過是男方 我相信其中一方 就去隔壁屋 幫他做工程的時候 就搭上了別人的太太 怎會是關於換妻事 但是他用所有東西包裝就很juicy 然後到最後還說某些個案 就像是想吃羊腸 他用羊腸來形容 某些香港的妻子在這裏生活的時候 搭上了一個外國人 他用吃羊腸來說 聽到也是很juicy 對吧 好了 說這麼多包裝 其實我都說了一句 如果當事人或當事人的朋友 看這個頻道就會知道自己 是很難堪的一件事 所以你在這裏分享 首先我已經覺得是失得 然後最令我覺得很有問題 就是他一邊分享一個說話的時候 他都陰陰嘴笑 大家不妨去頻道看 我鼓勵大家去頻道看這條影片 因為我相信這位Henry Wong 黃律師希望可以一舉成名 他現在的確是達到目的 我相信他也是出了名 在Coco的頻道上分享這麼juicy的話題 然後這麼多人留言稱讚他 讚美 是誇張了他 他真的出了名 大家都不妨去認識一下他 因為我想說的就是 我看到在這個情況下 你頻道底下 分享了別人的個案 一些這麼難堪的個案之餘 還要一邊說一邊是陰陰嘴 你看到他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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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如果假設有一天我在英國尋求一些法律上的幫助 可能有很多可能性 的時候剛好碰上他 我認得他的時候 你問我會不會繼續找他幫我做那件案子 我肯定是不會的 如果我個人的話 一見到他我就不會 因為我會覺得 我分享完這件事 無論是好事還是不好事都好 但你原來有一天將會在一個這麼開放的頻道上公諸於世 還一邊說一邊陰陰嘴笑 好像在笑當事人 例如我 那我是否覺得很難受 所以如果我認得出他的話 我一定不會找他做生意 所以我覺得觀眾亦都在想想 甚至入到這個頻道看一條影片 認一認他 那你可以再決定 當然如果你說我不是 我真的當是一些脆紋、juicy的東西看 當然可以 因為我都看完整條影片 的確是很過癮的 但我只是切身處理想想 就是你作為一個律師、一個專業人士 是否應該要這樣做 以及是否應該做到這麼缺德 以及又要陰陰嘴笑 Coco哥 這麼出名的Youtuber 其實他今時今日出的影片 他講甚麼都有人看 也有很多K 他是不需要找這麼爆的題目去做 去嘩眾取寵 我這樣說 但他都選擇這樣做 我明白的 可能他想要更上一層樓 雖然現在的影片 每一條都是有很多很多雙位數字的K 但他覺得不足夠 他想再爆一點 所以他會找到更多知名度 即不是知名度 而是聽來很爆的人物 幫他一起做這個節目 提升了Raiso 更多收入 我覺得他不需要 但他只要這樣選擇去做 都不要緊 如果他的拍檔 這位朋友仔 Henry 其實你真的很想分享 你覺得很有趣的話 如果我是他 我真的戴頭盔 他這條影片一開始說是戴頭盔 我也真的戴頭盔 但會真的戴個真的頭盔 甚至連聲音都做了一些效果 我就可以盡情分享 不要緊,沒有人認得我 但他不是的 他選擇是讓更多人認得他 這就是我覺得很反感 他一條影片一開始 戴頭盔 就是以下我這條影片 我所說的一些案件 其實不是屬實的 即是虛構的 亦不是我的個案 他這樣說 但戴上頭盔之後 他第一宗說的案件 就是他的Client 他說是Client 其實後來他也說 後來幫不到他 很複雜的 他說到他也見過這位朋友 Bt 下載了一些兒童色情影片 不幸地下載一邊下載 於是被Home Office抓他 然後拉他 扣留在希斯路 然後他無端端 那一刻又會殺出另一個律師 他說另一個律師 曾經給他一些意見 叫他如何認罪之類 但後來還是不行 結果要遣返 變成很古怪 感覺上次是說 他接過一間案件 又可能幫不了手 給他一些意見 然後另一個律師又介入 之類的情況 不過anyway 說到尾 我只想說 他雖然戴頭盔 雖然說這些案件 可能是虛構 可能不是他的案件 但結果他正在分享他自己做過的案件 OK? 都是那一句 好像Call哥裡面 觀眾欄的粉絲一樣 就是說你當一個故事要聽 一些很juicy 很爆的娛樂趣味 去聽 當是一個Entertainment 我覺得雖然是可以的 即是叫做 測試一下自己的時間 笑一下 但實際上我真的感受到這位朋友 這位叫Henry Wong 這位律師的sharing 雖然我認同 很多觀眾都說 他真的很funny 很風趣 很搞笑 但他這樣跟一群朋友 唯一唯一唯一談 我覺得是OK 但你是一個這樣 這麼open 這麼多view數 這麼top grade youtuber的頻道 這麼多人看的時候 去這樣分享出一些 很難堪的事跡 還要用一些 這麼爆的題目 甚麼換妻 吃羊腸 包裝 還要一路說 一路陰陰嘴 很醜 這樣笑 我是很難受 這條影片 不只是我說 靚仔爸爸 我有看開他的 這位youtuber 他也有分享 但我有看過他的分享 他純粹是借這個題目 即是關於香港人 在英國遇到一些困難 很多人結果要離婚 伴侶要分開 他借這個題目 去說一下他的感受 這件我覺得絕對是OK 因為這也是很多香港人 而香港人關注的問題 是否因為在英國生活這麼艱難 變成很多家庭都要離婚 這位Henry Wong 律師就是這樣說 他說收到很多個案 都要離婚 大部份都是女士找他 還有小朋友 都要離開 因為在英國生活太艱難了 甚麼都要自己做 很大壓力 不開心 老公又不幫自己 結果決定要分開 這樣呢 你分享個人的意見 但你趕別人的案件出來 我覺得真的不好 好,當然 Colo那條影片 當然有些細節 有些細節 他也有分享一些 法律上的經驗 意見 很多人都覺得幫到手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這件事我都無疑覺得是 有些貢獻 但雖然說 有些經驗上的專業的貢獻 但整條影片的感覺就是 他拿別人找他尋求專業意見 的一些人 一些事 拿出來 和大家像柴魚飯後 去說 去笑 我覺得很難受 一點都不好的 我感覺 可能有些朋友 是Hoko哥的粉絲 看完之後 也很不滿 我歡迎大家 在這個頻道和我 都可以留言交流一下 希望是意見的分享交流 是一個所謂正向的 和良性互動和互相尊重 謝謝你先收看到這裏 希望收到你正面的意見 喜歡的朋友 當然希望你會給我like支持 亦歡迎你share 給你認識的朋友 一齊欣賞這條影片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希望你也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希望你可以繼續欣賞我們日後 繼續分享我們在這裏生活的點滴 一些我們的體會 我們對於世界時事的看法 好嗎? 希望下集影片再見到你 多謝你收看到這裏 下次再聊吧 拜拜